欢迎大家关注新闻快讯,我是习特勒 最近中国官方提出了全民要实现共同富裕 意思是说党将会强制使用权力来推动这个政策 中共中央定调了财富要三次分配 这是不是会是一个给穷人仇富的机会 借着仇富思想,瓜分富人的财产呢? 中共党中央的财富三次分配 是一个不靠着税收,而依靠党中央强制权力推行的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富人为了自救 将会主动割舍出部分财产 因此近期某些大咖艺人,譬如赵薇和吴亦凡被消失 腾讯主动捐出500亿人民币 都是这个政策所实施的结果 那么三次财富分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说,就是即使你不愿意主动捐出财富均分 权力机构也有方法让你主动交出财产 通常在中国,企业家和艺人能够壮大事业 背后一定有复杂的政商关系 所以一定能够挑出毛病 若是你不愿意主动捐出钱来 中央就可以派人查一查在海外有没有非法资产 有没有洗钱 非法经营和逃税漏税的问题 有人说大家一起富裕,一起发财 这有什么不好 但是这些捐出来的钱,尽数都能归到党中央的手中吗? 这个制度在历史上从未实现过 你觉得这是一个有可能实现的丰功大业吗?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为何党中央现在要实施财富三次分配这个政策 过去的中国,靠着外财出口,市场分配和党中央的税收分配 调节社会与财政的稳定 但是当政府开始要强制财富分配 表明了它的市场调节机制已经失灵 当中央开始强制抢钱,意思是它的权力变得更强大了吗? 恰巧相反 意思是说明党中央的权力已经变弱了 而当它越想抢钱 反倒会跌入一个越抢钱越抢不到钱的窘境 在更深入的探讨这个政策之前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段历史吧 在明朝末年 秦玉关城失守 南方与北方向是被一刀切下 阻隔在天地之间 北方的天灾频繁出现 损伤到麦和田 黄汉瘟疫和饥荒地震使得民间哀怨冲天 食物比性命还要值钱 战火在世间飘摇 浮世云烟 北方的长城烽火不灭 尸体被马蹄践踏 南方却声歌业舞 青楼酒馆醉梦莲花 青楼酒馆醉梦莲花 荒野里遍地的战坟 全都只剩下了生灵涂炭 染成红色鲜血的山海泼墨化 以上这首歌的歌名 叫做《警示通言》 此剧描述了明朝末年所呈现出的景象 在明朝末年 朝廷面临着边疆剧烈的军事压力 内部则是面临着财政与社会动乱的压力 宫廷中官僚的数量 迫使了朝廷强征财富 从民间夺取税收 很巧合的是 当时的明末朝廷也是采用了三次分配的方式 拆派官僚到民间抢取各种税前 并增加练想、交响和疗想 试图借着黄粮果税 缓解内外压力 不过很可惜的 这些夺取民间财富的手段 并没有挽救国运 而是使得更多农民失去田产 沦落为琉璃失所的难民 而这些抢取豪夺的税收 最后也没有进入国库 而是被藏到了收取油水的官僚口袋中 回到现实 在观察今日的中国 党中央也开始强制执行了财产的三次分配 那么看完了这个视频 你领悟到了什么呢 若是想要了解更多有关移动边疆的内容 各位观众可在下方连结找到电子书版本的手绘漫画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播报的新闻快讯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